你要打的是金疫苗 还是银疫苗呢 不 我要打铁疫苗 哎不是 疫苗类型保护力施打风险 各种热议关键字你都搞懂了吗 让我们来告诉你 目前世界卫生组织WHO 通过紧急使用许可的疫苗有六款 从疫苗的类型来看 奎瑞BNT与莫德纳都是属于mRNA疫苗 内容为可转移出经修饰后稳定态的 极蛋白mRNA 牛津AZ 交生 都是利用腺病毒载体技术 内容物为可转入 转移出经修饰后稳定态的 极蛋白的腺病毒 科兴与国药都是属于 不活化病毒技术 内容为整颗新冠病毒和 左剂语言 目前六款疫苗除了交生外 都需要施打两剂 且两剂间隔至少三周 辉瑞BNT与莫德纳疫苗的保护力最高 为94% 不过施打后出现全身性过敏反应的比例也较高 牛津AZ 的保护力约为70% 交生的保护力约66% 但欧美地区在分别施打交生与AZ 后 出现了数十件血栓不良反应案例 一度暂停施打 精神和后认为利益大于风险才恢复使用 科兴的保护力为50% 国药的保护力约为72% 这两种疫苗的年长者样本数都比较少 需要更多资讯以进行评估 在思考选哪种疫苗之前 要先知道 疫苗效力不一定和保护力完全相关 牛津AZ 保护力70% 不一定比莫德纳94% 由于各疫苗进行三期试验时 所处的时空 面对的病毒株 受试者体质等皆不相同 难以直接以数字进行比较 目前台湾已经陆续开放施打疫苗 现阶段我们能做的 就是了解各种疫苗的保护力 副作用与不良反应 才能避免不必要的恐慌